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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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甚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见如爱真实力 弥陀元宗超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经文 东方亦有阿楚彼佛 须弥香佛 大须弥佛 须弥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恒河商数祖佛 歌以齐国 出广常识相 遍幅三千大千世界 好 这段经文就是诸佛同战 就提出了六方 这是东方 那这一段经文 有四重法义展开 首先是全西五真佛的名号的法义 第二呢就是解释恒河沙的法义 表示东方 近东方的诸佛像恒河沙那样的都 第三是解释广常识相这个法义 这些东方的恒河沙树的诸佛 身出广常识相表明这个所要证实的言语 真实无虚妄 那第四个法义就是身出的舌相 是遍幅三千大千世界 那看这个概念 前面谈到 一般的世间福德之人 三世不讲妄语 舌头可以舔到鼻尖 藏教的古佛三大阿真起劫 没有讲过假话 他的舌相可以把面部盖住 上至法际 那现在要证明的这桩净土的是大事因缘 那这些诸佛身的广常识相有多大呢 那就不是盖面部了 那是要覆盖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那这个概念 三千大千世界是 我们先看一下书文 先念一下书文 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巨舍颂云 四大周日月 须迷如玉天 凡赐各一千 明依小千界 此小千千倍 说明为中千 此千倍大千 皆同一成坏 为万亿四天下 总为依佛徒也 大于法师解释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地理的概念 这也是古印度的一个宇宙观了 这里就援引了天清菩萨的巨舍颂 有六百颂三十卷 天清菩萨早年是修小秤佛法的 在一切有部出家做了五百个小秤论 以后转性大秤 以后转性大秤又做了五百五百步的大秤的论 成为千步论主 那天清菩萨在这里用一个寄送的形式表达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宽广呢 我们这里首先要注意 从小千世界开始来看 小千世界要从一个单元叫一世天下 一世天下就是指以须弥山为中心 市边有四大部州 我们叫南瞻部州 又叫南延部州 那四州之一 东南西北百巨楼州 西霍尼州 这个南瞻部州 这个东南西北百巨楼州 这四大部州 那虚弥山的中部有日月绕虚弥山旋转 再加上虚弥山 六玉天 玉界的六天 像四天王天 刀立天是在虚弥山上 这个刀立天是在虚弥山山点 四天王天是在中间部分 上面就有这个叶摩天 抖率天 画乐天 画乐天 他画自在天 六玉天 六玉天 上面有一个初禅山天 就是六玉天初禅山天 这样的一个范围 就成为一世天下 一世天下 虚弥山外围还有九山八海环绕 那这个先了解一个小单元的一个地理概念 一世天下 就类似我们现在天文 你要了解天文概念 要了解一个什么是太阳系 又叫恒星 恒星由几个星围绕 恒星又怎么构成银河系 银河系怎么又有河外星系 它是这个概念 那这印度的宇宙观先了解一世天下 这一世天下了解之后 那就是有一千个这样的一世天下 那就是一千个就是有一千个虚弥山 一千个日月 一千个一世天下 以及一千个这样的范天 就是初禅山天 那就称为小千世界 这就是第一个概念 小千世界 一世天下 一个一世天下 两个一世天下 三个一世天下 那直接算到有一千个一世天下 这就是小千世界 那这个小千世界作为一个单元 一个小千世界 两个小千世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算到一千个 这叫小千世界用一千的倍数来成 就成为一个中千世界 这个中千世界就是二禅 就是二禅 就有包括二禅的三天 二禅天的三天 那就说你小千世界被二禅天所覆盖 那中千世界上面就有三禅天所覆盖 属同理 那了解这个中千世界 那咱把这个中千世界作为一个单元 区域 一个中千世界 两个中千世界 三个中千世界 四个中千世界 算到十百千 一千个中千世界 就成为一个大千世界 这个大千世界上面就有四禅天来覆盖 四禅天又上面有四空天 又有五不还天 直到这个还有外道的五想天 那四禅天所覆盖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倍数 那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那由于小中大是三次用三次的千倍 所以就统称为三千大千世界 实际上来说也可以 也可以说是一大千世界 所以这个一大千世界就有 一万亿个四天相 一万亿个虚弥山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都是我们很难想象有多么广袤的 那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又有陈住坏空 这四个阶段 那这个陈住坏空就是有八十小节 陈节 住节 坏节 空节 各有二十小节 所以这就是依佛所教化的国土 比如释迦牟尼佛叫娑婆世界 教化娑婆世界 这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那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 还有很多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 那你看华藏世界海就有十不可说不可说的香水海 一一香水海又有十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种 一一世界种又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成数的那个岔土 那真是法界无边 岔土无边的 好 那我们看三千大千世界的面积非常的广袤 那这些东方的恒河沙的足佛伸出的广藏石像 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广袤的区域全都覆盖 那这不可思议了 那就说明这些足佛是无量沉点阶又沉点阶 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才能感得这样的蛇像 那这种蛇像可以说就等同法界了 这个广藏石的深刻的法意也是自信的表达 自信周辩法界 所以广藏石也可以覆盖法界 广藏石既有有情众生 就是这些足佛所生出的 无情的气界也可以跟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广藏石 这叫秦宜无情同渊总治 蛇为法界 法界即蛇 所以苏东坡就有一首著名的记字 也是在东宁寺来写出来的 西生静世广常识 山色无非清静生 夜来八万四千计 他日如何举世人 这个西生就是指前面的虎西的阴生 在他的末当中就是广藏石 周边的山色就是佛的清静的法身 在夜晚广藏石宣说了八万四千计啊 那这样的一个妙生 不知道举世人就是告诉谁他能了解啊 好 那这里就能看出这些净土法门 要证明净土法门真实不虚的大事 因缘也使得这些东方的恒河沙诸佛 现出了不可思议的舌相 好 请看下面经文 说成十年 奴等众生当信誓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属互念经 好 看这个经文 这就是每一段经文的最后一个像 前面广藏石像表明他能证之像 就是正净土法门的广藏石像 那这个就是第五层次了 引用这些恒河河沙诸佛属正之年 那这些诸佛称信誓成十年 真诸佛无望的言语 说什么呢 奴等众生 这是对座下的教法的弟子所说的 奴等众生 应当相信 是 就是这 这只是代识 相信是 那下面有十六个字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属互念经 这就是这部经的经题 有十六个字 那称就是称述阿弥陀佛的功德 称就是赞叹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威神 那这些功德都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 不可用我们凡夫的心意识去思 不可用我们世间的语言去讨论 它是一个极为超越的 触世间法的这种境界的功德 那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前面介绍的极乐世界的一报庄严 正报庄严 都属于这个范围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属互念经 下面八句就是八个字就是谈 释述摩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以及六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那这些赞叹是怎么赞叹呢 这个诸佛所复念 这个诸佛所复念 复就是首复或者复词 念就是意念 如果十方众生能够相信这个法文 能够信任 能够信任持民 那十方诸佛 就以威神力量来扶持 恒河沙沙的圣人 来意念 令这个念佛行人 身心安稳 远离魔障 勇猛精进 所以这就看到念佛法门的圣庙了 属复念如果通图佛法 能得佛的复念呢 那至少是原教初诸以上的菩萨 真正得十方诸佛复念的 那可是八地菩萨才能够得佛的复念 那一个念地凡夫 信念成名就能得一切诸佛所护念 这就是也书意不可思议的范围 好 那对于这个经文 这个大佑法师解释了两层的法意 请看书文 决定不虚 故年成时 十方世界 横杀祖佛 异口同音 说辞法门 令生生信 第一层法意 第一层法意 就是身处广常实相 说成时语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令十方 让众生 生出这样的广常实相 之后就来说成时语 这个成时就是决定不虚妄的言语 所以成 成呢 成者是真实 肯切 肯切 无有虚假 那才叫成 成 叫真成 成 实就是不虚妄 那 确确确确实实是 是什么回事 那是 生出这样的 蛇像的佛 说成时语 这就 这里就得要 绝对要高度重视了 不是一般凡夫 哎呀 他老是说 我的话是很真实的 我没有骗你 但可能就骗你了 那 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有横河沙那么多的祖佛 都异口同音 来宣说这个念佛法 令有缘众生产生信心 那是 赤然说无间说啊 好 那对这个书文 传单法师就有更深入的解释了 这个十方祖佛说成时语啊 他是从方位上来说 是东南西百四为上下 这位十方无量祖佛 实际上 从数穷三纪来说 也通过去未来 现在三纪的祖佛 就是说 不是当下 不仅是当下的十方祖佛 说成时语来说念佛法 乃至过去无量节的十方祖佛 未来无尽节的无量祖佛 都无不称阳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 念佛往生净土的圣庙 所以这个十方祖佛 通十方三世一切祖佛 包括未来成佛的米勒佛 也会说成时语 说念佛法 这就表明不但是我 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在这部阿弥陀经里面 以广常识相决定不虚妄的语言 而为奇缘法会的 这些四中弟子宣说净土法 乃是当相十方无量无数的 无边的祖佛 也在异口同音 说卢士决定不虚妄 决定可以信臣 可信臣实的净土法门 那这段经文的法译 奎基法师就是慈安法师 他作了一个阿弥陀经通战书 奎基法师是法相中的祖师 他也是玄章大师的弟子 那玄章大师翻译过称赞净土佛师受尽 那你身为玄章大师的弟子 对阿弥陀经的注解 他却选择了究摩罗斯的本质 没有选择他师父的本质 这说明他还是有平等公正客观的心态 那慈安法师就在他的通战书里说 就是观察这个 这段经文的文士啊 包含两重意思 包含两重意思 第一重意思就是 这个他方世界的祖佛 他说陈世源 是针对他所注持的 刹土的听众而说的 这就是告知至国听众 那这样第二重意思就是 释迦牟尼佛就转引他方世界祖佛的这个法语真言 来证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真实存在性 令齐元法会的这些示众弟子 对念佛法门产生信心和恭敬之心 他是这样的文士 就释迦牟尼佛说 我说的这个男性之法 不仅我在这里说 他方世界祖佛也在他自己的刹土 也在同样宣说这个法语 他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历来的祖金家有不同的观点 这里就引了林之原造法师 他也作过阿弥陀金一书 他的说法就是 有不少人也说本能的这么想 他就说 正在释迦牟尼佛在齐元法会 宣说阿弥陀金的时候 十方祖佛就配合作同时劝勉赞叹 令齐元法会的这些示众弟子 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阿弥陀金的真实性 而这是明之原造法师是这么解释的 那传单法师的观点在这两种观点当中 他选择觉得奎基法师的说法更为正确 因为前面的经文说 释迦牟尼佛赞叹之后 东方亦有 亦有就是也同时有这些祖佛 但如果你说 他方世界的祖佛在自己的插土宣说净土法门 释迦牟尼佛转引来劝信这个为正的话 那么元造林志说 释迦牟尼佛正在说净土法门的时候 他方世界祖佛就来撑阳赞叹 来配合释迦牟尼佛来劝信余晖的大众 也可以说得通 你这两者可以并行不备 说明佛佛道同 好 请看一下 书文 称赞下十六字是本经题 上八字言极乐一正庄严 行愿因果 下八字言六方称赞 下文诗云 文诗今受持者 即文诸佛明者 皆为诸佛互念不退菩提 好 说陈世年 这十六个字 就是这部经的经题 那这个经题它很全面的概述的 上面八个字就是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这八个字 是对于经文的正中分的概述 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报庄严 它的黄金为地啊 七重横竖啊 宝石啊 宝网啊 这些 正报庄严就是介绍阿弥陀佛 为什么叫无量寿 无量光 以及这个 一报庄严是怎么来的 是阿弥陀佛因地的大怨 大恨 这样的菩萨的 这个因果属庄严的 好 那下面的八个字 就是一切祖福属互念经 这就是谈六方横河沙祖福称赞 这个互念包括后面的经文也讲 文士经 就是十方有缘众生 文信这部阿弥陀经 能够信寿 能够受 能够奉持 他就能够得十方祖福的赋念 乃至于你只是文信祖福的名号 都能得十方祖福的赋念 永不退转 阿弩多罗三秒三菩提 好 那这个超文就还是援引奎基大师的意思 好 这个下面的八个字 总的来说 是释迦牟尼佛与六方祖福都在宣说 净土法门 就不仅仅说 只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说 六方祖福只是配合性的赞叹 因为这个净土法门 它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 那他方世界祖福也要选择一个最简洁 而且得到利益最殊胜的这个妙法 传达给他坐下的弟子 也一定会在他自己的刹土去宣说 那宣说的这个法义 唯心净土本性弥陀的深刻的宗旨 就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状言 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平等心大怨心所流显出来的 阿弥陀佛的清净心乃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清净心 所以心土是不二的 这叫唯心净土 全体的净土庄严是呈现妙真如性的 本性弥陀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乃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奴来葬性 这叫自信弥陀 那这个唯心净土本性弥陀 在观金就把它表达为 世心作佛 世心赐佛 那净土法门他的事项上是谈净土的庄严 阿弥陀佛的功德 但是他理上说是要谈唯心自信的 那世理都有做兼顾的话 那从理上说 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从世上说 方便中第一方便 什么人都能下手修行 他理和事都到达了大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 所以这个法门是直接彰显十方三世一些主佛 度化众生的本怀的 是大慈悲心 大平等心 大方便心的结晶 所以他就能获得十方诸佛之属互念 这种互念是法自然的 十方诸佛都是统一慈悲心的 共振一法身的 这里面有凡夫的我之我慢的 他不会说 哦 你建立的法门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还去覆念你啊 他不会这样的 也就是十方诸佛的度化众生 出离生死轮回圆成佛果的这个本怀 借助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和他的净土 以及简易的方法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你在这里去体会十方诸佛之属互念的这种特点 那这里在援引了信臣法师 这是元代的一位天台中的法师 岳西是他的号 他的法名叫信臣 也学天台中 同时元代的密中也比较新盛 在恒州一带 住持过好几个道场 他虽然学天台 学密戒 但到晚年专修净土法门 依据弥陀名号 念道的 在他的修持生活当中 有种种奇特的感应对象 临终也是欲知实至 很自在集合大众来讲经说法 就在法座上端坐往生 信臣法师 那这个他有金刚经集注 尤其是对阿弥陀经他也有一个注解 叫阿弥陀经拒解 那这个沿用就是这个拒解里面 他表达 这部阿弥陀经有四种不可思议 哪四种呢 第一种是依报庄严不可思议 西方极乐世界又分仕途 天台家他会产生的更详细 那我们这些没有断见识祸的人 没有得一心不乱的人 具足信愿闪乱心 蒙佛愿力带着夜获往生的 都属于凡圣同居土 但是其他世界的仕途呢 跟他方世界的仕途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舒服世界 我们所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也叫凡圣同居土 是凡圣同居的惠土 我们这个世间也有阿罗汉 也有菩萨 但是他是跟我们隔开了的 我们是见不到的 那极乐世界不一样 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土 你能见到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呢 你能见到十报庄圆土的菩萨呢 尤其你能见到 安住在长居光土的阿弥陀佛 这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说明什么呢 说明凡圣同居土 圆隆上山土 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净土 就等于往生到了上面的三种净土 因为他全体的体性是长居光土 就阿弥陀佛所自证的限量 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的本体来说 他是阿弥陀佛的长居光土 正因为这种长居光土 他这个又仕途怎么分呢 这是往生者唯心所现的 见识后没有断的凡夫 他感知的是凡圣同居土 断见识后的小圣圣人 他感知的是方便有余土 破无名的菩萨 感知的是十宝庄严土 但是他从圆隆的这个立场来说 就是一土 长居光土 从众生的差别 从涅隆来看 他又从刑部的立场来看 又分仕途 仕途就是一土 一土又分仕途 这就《华言经》讲的 圆隆不爱刑部 刑部不爱圆隆的关系 虽然是仕途 也可以理解为一土 这就是依报的不可思议了 好 再看正报的不可思议 那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显现的 也可以说是印身 那因为他成佛以来一群十节 成佛以来一群十节 而且他是印度化这一旗的众生 来显现的身 实则阿弥陀佛又何止 十节以来成的佛 也可以 他是无量成点节又成点节 早已实成的一群古佛 只是这一旗试信 成佛以来一群十节 所以这个在连着大师呢 弥陀苏超把这个关系说清楚了 但这个虽然是印身 但是当下他也是法报身 他也是法身 法报化三身 也是积三积一 积一积三的 所以他的正报是不可思议 从这个印身又能显现无量的化身 你看极乐世界的那个莲花 它放了这个三十六句子 那有它的光 这个光 每一束光又有无量的画佛 这些化佛陷往东方 教化安利一切众生于无上正真之道 所以阿弥陀佛的化身又无量无边 从这个经文来看 这个《能切经》讲 十方三十七祖佛 都是从极乐世界出来的 那特别是无量寿经 唐一的无量寿经 叫《无量寿无奈慧》 讲这个光中的化佛陷往东方 教化安利一切众生于佛 于无上正真之道 那苏佛世界相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位而言 就在东方 从东面看 它在我们的西边 从西边看我们 它就是在极乐世界的东边 那释迦摩尼佛又何尝不是 阿弥陀佛光中化现的一尊化佛呢 所以讲这个佛有四身 法身 报身 印身 还从印身当中又显现化身 不仅佛有化身 菩萨也有化身 你往生品味第一的人是阿弥陀佛 变化佛来解引了 化佛 化观音 化四字过来的 这个所谓正报的庄严也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点就是修音不可思议 修音从净土的往生的音心来看 你怎么往生呢 就是单刀直入 专持名号 这叫妙音 十经上 诺一日到诺七日 乃至无量寿经观今说的 你深信且愿 十生乃至一生 感同佛地都能往生 所以这个修行的因 正因不可思议 第四是感果不可思议 就是你信任称名感得的圣果 前面讲感果 第一是阿弥陀佛一座圣众现在期前 第二是蒙佛慈悲加幼 心不颠倒正念随附往生 那你一经往生 从莲花极乐世界保持得水的莲花当中 一出来就是阿毕八字菩萨 就有像佛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 所以感得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净土法门它用莲花来表达 莲花有个特点因果不二 当你花绽开的时候 那个莲指就在里面 那这个不二是表达不可思议的另外一种表达 它是不仅因果不二 而且依正不二 心土不二 身佛不二 这个你念佛时即往生时 往生时即度生时 它三继一卢的 就是你求往生 当你求往生的这一念 就是你往生的这一念 就是你度化众生的这一念 你念佛 你见佛的时候 就能见佛 就能成佛 而三继一卢 没有时间的区隔 这些都是属于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的愿力果得 所呈现的大不可思议的功德 好 这样就把这个东方的恒河沙主佛表达清楚了 东方这些表方位它都有表法的意思 为什么东方第一阵佛叫阿楚佛 无动 不动 实际上东方在八卦当中 所以正卦 正是动 动向 那你即动而进 所以在《华严经》当中是用文书施利菩萨表东方的 表根本不动智 本身是动态的东方 结果变成了不动的智慧 那从根本不动智里面 产生信心 所以实信位是以文书菩萨来表法的 你有这个实信位叫出身佛家 所以这个正卦东方的动 当下就是切入到不动的根本智 这里还是很有我们去思维的意味在里面的 好 请看下面经文 摄立佛 好 看这一段 南方世界 你看这个表达的这五尊佛呀 要么是灯 要么是光 要么是燕 都是跟灯有关系 跟光明有关系 这就表达的 这就表明南方在周一当中 所谓黎卦 黎卦是中间一个阴谣 表达中虚 中间要虚一点 空一点 就表明 你能体会主法的空性 你的智慧的光明 就能出来 就像你生活 柴火生活 你能体会主法的空性 你不要搞得很实 我堆得满满的 那火出不来 一定要中虚一点 外面的火才会自然 所以这个《华言经》讲八岁的龙女 一献上珍宝 马上到南方世界成佛了 表明她在文殊师利菩萨的教化之下 发菩提心 她的智慧光明 非常的寿妙 所以圆顿佛法 一个八岁的龙女 马上到南方成佛 一到南方成佛 显现的是佛像 使得 花花会上这些人 赶紧向她顶礼 原来看到她八岁的龙女 畜生的女 都不看在眼里 随着一转身她就成佛了 所以她实现就是南方世界成佛了 南方世界也叠了五尊佛的名号 请看书文 日月光 日月灯光 表佛三智 明文光者 明文十方 炉光辨照 大 焰尖者 尖表二智 焰欲照理 好 虚迷登者 虚迷高出众山 灯表化他之用 无量精进者 方便度身 未尝休息 众生无量 卑至亦然 好 对这个经文 大悠法师 由五重法义展开 他就是诗意五 就是对五尊佛的名号 解释他内在的法义 首先解释日月灯佛 日月灯的光明 是表达这尊佛的三种智慧 这三种智慧是在一个行人 在他成佛的过程当中 跟断惑的程度相关的三种智慧 在三种智慧当中 能体现佛的智慧的是一切种智 就是对法界的一切的事理性像 因果本源都是寥寥通达这一切种智 那谈一切种智的神妙就是 可以说佛的智慧无处不知 无量劫以后哪一个时辰下一场雨 这个雨有多少水滴 每一个水滴有多少微生虫 佛都知道 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打的妄想念头 如来惜知惜见 哇 这些一看 这个智慧不得了啊 所以在佛面前你千万不要打妄语 老老实实 他有这个智慧 所以在一切众生当中 最为尊圣 尊贵殊圣 所以就取这个比喻 就像日光 这个稿日升空 所有幽暗的地方都会照亮 在整个的天地中间 唯有这个稿日的光明 最为尊贵 最为尊贵 这就第一个 日光表佛的一切种制 第二个 就比喻成月光是什么呢 就类似于菩萨的 道种制 道种制是从空出甲 震到了空性 但是由于他有大悲愿力 他有大悲愿力 不住在空里面 他要和光同成 要有种种的化身 去利益一切众生 这叫劝导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菩萨的悲愿所致 那就比喻成月光 他能够掌养大地的树木花卉一切万物 使这些树木花卉 这个根深夜貌 这就指菩萨的慈悲的心愿 令一切众生得到利益的状态 就用月光来表达 第三用这个灯 那一般来说大自然的天然光是日光和月光 那到了一晚黑曰 没有日月光明不显现的时候 就要以灯光来替代 所以这个灯光表生文的一切众 一切众生文的一切众语 一切众生文的革劑 一切众就是破见师或正仅我空的智慧 就用这个来比喻为灯的光明 那灯的光明 它就能够除去暗室里面的黑暗 能够使暗室里面的众生 得到智慧光明 所以阿诺汉的智慧 它也有六种神通 它能够宿命通也能知道 八万大劫之内的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情况 这就叫一切智 好再看第二尊佛是明文光佛 明就是明称 文就是普文十方 如这个光明变照一样 那这个光明是智慧之性 这个智慧就包含着涅槃的三种德能 法身德 般若德和解脱德 就叫三德的智慧光明 变照十方无点无边的世界 那这个名号不是虚明了 它能够用假明感召实德 这就有名称之实 那有名称之实就是名号当中有实相的功德 由佛的愿力 救度众生的力量 所以他就能够觉悟一些众生 帮助一些众生 拯救一些众生 所以就叫明文光佛 光就有一种智慧觉悟众生的意思 就像阿弥陀佛 他有妙生功德 泛生物生缘 微妙闻十方 就是这尊佛 这个是天天菩萨的记者 是赞叹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泛是美好的清净的意思 这个名称是清净美好的名声 他传扬到十方世界 能够令众生闻到这个名号 产生觉悟 那觉悟得很深邃 觉悟自信也本具无量光寿 这叫悟生 远呢就是这个 远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跟自己 是密切相关 故乡母子的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名称 让众生闻到之后 能产生这样的觉悟 唤醒他这样的善根 那就是这就是非常微妙的 所以这就是明文光佛的意思 再看第三尊 大焰尖佛 大焰就是大的火焰 尖就是两尖 这两尖呢 表达两种智慧 这个左的 左边的尖 左尖表实质 实质就是实相的事 实相智慧一般就是 实质照理 理就是那个心性理体啊 一般讲正念真奴 这是实质 那右尖表全质 全质是照那个事 事相 事极 那一切诸佛 度化众生都是有实质 有全质 用法华经的话来说 这个实质就是一实相 一佛称 开个三称法 就是全法 是属于全质的范围 那佛说法 有时候实质就是讲真谛 全质就是讲熟谛 佛度众生讲法 不离二 二地 如果你光讲真谛 不讲熟谛的话 可能就缺一个善巧方便 众生得度的这种善巧就缺乏 如果你只讲熟谛 讲善巧方便 但没有真谛的话 你不能让众生得到真实的 彼岸的 真如实相的解脱的利益 所以一定要真属二地 要圆龙 要并师 这真属二地就是代表着 这种二质 这实质和全质两种智慧 就像火焰 能照 照差全质和实质之理 就比喻尽 就比喻尽 两尽放的火焰 由这个两尽的 发这个火焰 来照全十二字之理 又由于这两种智慧 能喝淡一切佛法 所以就有肩 肩膀的意思 这是大焰肩佛 也表明这真佛 用它全是二字 引导一些众生 切入到大圣圆顿的法 好 请看 第四尊佛 须弥灯佛 以须弥山为灯 意思就是这个 那就这个 特别强调着 这种灯的体量 非常广大 用这个来比喻 佛以忠道的大智慧 来照亮 引导一切众生 那须弥山 在所有的山当中 是最高的 高属众山 说明这个 这尊佛所证得的 内在的功德 是超出一切 身闻原觉菩萨 这个位置 这就高出众山 表达自正的体性 功德很大 就是具足着 涅槃的长楼我境的 功德在里面 大涅槃的长楼我境 它是高出众山之上 表明它高出一些菩萨 它阴地的位置 这个灯像须弥山那样的灯 你能想象八万四千游熏 就是一盏灯 哇 它亮光不得了 表明教化一切众生的得用 那这个得用 这么巨大体量的灯 是由于这尊佛所证到的 大涅槃的体性 广大 于是利益众生的 这个得用 也极为广大 也是到达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就是须弥登佛 第五个 第五真佛是 无量精进佛 那这些 无量精进呢 说明这尊佛的慈悲心 非常的深切 用种种善巧方便 度一切众生 没有一刻的休息的时间 那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呢 阿真奇的数量 没办法说尽了 这众生无量 但是这尊佛的悲心智慧 也是无量 为了度一个众生 可能要多少结束 度一个众生 跟度这个众生 这个众生到人道 跟度到人道 这个众生跟度下地狱 跟度追到地狱去度他 不把他度出来就 就不放手 这就真的有点像地藏菩萨 那种众生度尽 方圣菩提的那种 红世大悦 而且这尊佛 六度万恨都是精进的 那你看到这尊佛 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要生惭愧心 我们的精进心常常起步了 懈怀放育成了我们的常态 真正叫他 这个哪怕念二十四小时 哇 那个做逃兵的都不少 如果你叫他修一个多少天 在这里进行 那可能都跑光了 所以这个是自信的那种悲心 那种力量上来了 他才无疲无疑 他才能超约这个苦恼的 漏裂的身体上的局限性 他才能做到无量精进的这个特点 所以讲众生无量是指众生的数量制度 而且还不仅是人道的众生 还有冤非暖动的众生 还有地狱的多少众生 未尝修习是度众生的时间 非常的漫长 悠久 无尽 那这尊佛的那种大悲心呢 也是无量了 众生无量 大悲心无量了 而且你有悲心还得又有智慧 你光有悲心没有智慧 你也度不掉众生 这个智慧也无量 这个智慧你光有根本智还不行 还要有厚德智方便智 所以你有大慈悲心 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善巧方便 才能够去度尽一切众生 那无量精进佛的目的 就是要度众生 这个目的是不夹杂的 是永不退转的 是悍劳人苦的 所以这叫无量精进的内涵 那这个从自信上来说 自信光明不可尽 是南方横河沙 诸佛的法义 好 请看下面经文 说成十年 奴等众生 当信誓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属乎念经 这种经文的表述 分五段 基本上都是同样的 就是南方 以五真佛为代表的 横河沙数量之多的诸佛 来说成十年 这就是佛发说言说 来劝信了 奴等众生 那这个奴等众生 对他那个余会的 世中弟子说 同时佛讲这个话的时候 也是心里装作未来的 佛灭度之后 能够遇到这部经的众生 所以不仅现前众生 乃至未来的一切众生 都在奴等众生的范围之内 应当相信 是就是这一步 这都是苦口婆心的了 当信是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属乎念经 这个一般国王的言语 这个一般国王的言语出来 就叫赤 赤定 佛的语言都成为金 佛语成金 那前面既能 称阳赞叹了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一刃庄严 这些言说 都可以是金的表达 那南方诸佛 在自己的刹土 也在称阳赞叹 阿弥陀佛的功德 那称阳赞叹的内容很多 他所表达的 因为净土法门 包括阿弥陀佛的愿力 都是无量的 无量的愿 不仅仅是四四八八愿 那这些诸佛 都会在自己的刹土 根据自己刹土 坐下的地址的根基 选择净土法门 像大海般的那种法意 选择相应的那种法意 来称阳赞叹 那可能不同根基 不同佛国的众生根基 不同宣说净土法意 各有不同 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 是一切诸佛都要赞叹的 这就是在宋仪本的 《无量寿经》 有一个记者 就是谈他方世界诸佛 成阳赞叹 阿弥陀佛净土法门 有四句话 祈佛本愿令 文明欲往生 皆习道彼国 自治不退转 这四句记中 是把净土法门最核心的东西 给他拧提出来了 那首先要介绍 阿弥陀佛的本愿 祈佛就是指阿弥陀佛 他在英帝 称信发了大愿 那会介绍他大愿是怎么缘起的 他作为大国王怎么出家的 出家怎么成为四字在王庐 来作下的最得意的弟子 然后他怎么恭敬地请自己的 请佛来为他讲 诸佛在果地上装焉净土之行的 那四字在王应他的请求 就显现他方世界的净土之象 给他一一介绍 以及法藏比丘 也可以说法藏菩萨 自己得天眼通 自己去观察他方世界净土的圣庙 那就用五大节的思维 来选择 来凝聚他方世界最好的精华 来兵齐他方世界会土的残缺 然后根据他方世界无量众成的根基 称信宣说的这个本愿 本愿就是他英帝当中的大愿 我们这里是说四十八愿 那在他方世界诸佛不一定就是四十八愿 可能更多可能还少一点 那都是应众生根基来说的 好那这个本愿是英帝当中发出来的 发到这个愿又经过游愿倒行六度万恨 在无量节不断的视线的过程当中 一向庄严这个净土 最后圆满的这个大愿 这位菩萨就成为阿弥陀佛 这叫本愿圆满 本愿圆满就会产生力量 这叫力 力是表明他圆满的这个本愿产生了一种能量 一种力量 一种辐射力 这叫本愿力 那这个本愿力 力就是一种磁场 磁场就是光明 所以祈福本愿力也就是说 这位佛的无量的光明就出来了 无量的光明周围媒介 把他的本愿的威神 传达给他方世界无定的众生 有众生的地方就有这个光明愿力 乃至于在我们当下 好 这是第一句 祈福本愿力 闻名欲往生 那本愿力当中 其中就有一个十七愿 就是阿弥陀佛发现 等我成活的时候 十方诸佛在 都要称阳赞叹我名号的 功德国土的殊胜 那这个 这种本愿也就 真的就让他方无量众生 做这个阿弥陀佛的 这种介绍人 传播者 那这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要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是阿弥陀佛建立以名号度众生的一个善巧方便 也是自为圆顿的一个不共的方法 前面谈到以名号度众生的方法 于是诸佛都要介绍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让大家都去闻这个名号来支持 就以名号的持念 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文明欲往生 就是闻到这个名号 你产生了 厌离自己的岔土 心目西方极乐世界的怨心 这是要从真诚心里面出来的 你就要自心身心回向发怨心 然后文明欲往生 这个欲就是表明你发怨的 好要 欲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文明欲往生 就是谈信愿称民问题 你文就包含信 欲就是愿 名就是你要支持这个名号 文明欲往生 阶系到彼国 你看这个说的非常的斩钉结点 你只要信愿称民 无依遗漏的 阶系 阶就是全部 阶也是全部 两个全部加起来 万兴万人去 不过一漏一个 阶系到彼国 都能够蒙阿弥陀佛 愿力结淫 往生到彼国 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彼岸的故乡 一到那去怎么样呢 智智不退转 智就是不需要你去修行 自然而然的 法而自然的 无作妙用的 你只要从莲花出来 就是阿弥陀佛志菩萨 就能得到三种不退转 就有佛的那个向好光明 就有佛那样的六种神通功德 你看这一去 这大不可思议啊 我们要在这个 绘土啊 想得一个阿弥陀佛志 那太难了 阿弥陀佛志至少是 原教出租以上 的菩萨 就是至少要破一品无名 你说我们现在一个 建货都没有断了 还有私货呀 还有沉沙货啊 这沉沙就是像沉浪 微沉那么多的烦恼啊 像横河沙又横河沙 那样多的烦恼啊 我们一点都没有去 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断了 你断建货 施货 沉沙货 在原教实信满心 你实信位都要修一万节啊 实信满心才能够 就类似于上才同志 参得云比丘 得念佛三位 他才得到了原教出租的水平 那原教出租阿批八字菩萨 就能够有能力 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四线八项成道 所以他这个净土法门 就是快速成佛的法 你只要一去 就能得到阿批八字这个位置 在三种不退当中 为不退 行不退 尤其是念不退当中 念不退就是你的念念都跟 一切种子相应 跟沙布洛相应 都是随智会行 那念不退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我们的念头都是跟烦恼相应的 离不开贪政吃卖疑的 离不开五一六成的 我们的念头都是 三老大师很严峻地解剖自己 我们凡夫的念头 都是罪恶的念头 地藏菩萨本宴经 地藏菩萨也跟我们说 言佛提众生 举心动念 无不是恶 无不是罪 我们都是罪恶的念头 你说我们以后轮回到哪去 你不要问其他的人 你只要看看自己是什么念头 那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念头是跟沙布洛海相应的 是一个般若智慧的念头 你就在这个念不退当中 顿然地超越了通途佛法的那种 那种结位 所以净土法门它是 我们这个十方诸佛 说通途佛法结位 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阿皮八字的身上 都能超越 不需要非得要经过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出地 欢写地 到实地 法云地 最后又再等绝位 又如何以金刚制 最后破威系无名 通途佛法对这个阶位 都是很清楚的 但净土法门 是可以超越这个阶位的 你在念不退当中 顿然地就可以成为一身补助 就能快速地成佛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一身补助菩萨 也是无量无边阿燃起说 数量之多也是无法说清楚 那这些南方的祖佛都在自己的岔度当中 去昌阳赞叹这些名号的功德 极乐的庄严 往生的殊胜利益 这些所说的诚实语 都是金呢 那能够信受这个佛的沉舌语的 依教奉行者 都能得十方一切诸佛的守护 慈念 加批 富佑 令我们在念佛修行的菩提道上 一帆丰盛 临命忠实 正念往生 一生当身完成 矿界以来 不能解决了了脱轮回的大事 阿拉姆阿弥陀佛 愿以 此功德 庄严和静谱 上到四重恩 下继三獨五 各有建文者 其他不一心 今次以豪臣 同胜及恶果